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不一样是新加坡潮州话是新加坡 然后海南话就饶了我 我还在学习当中 那今天我们学习新的单元 新的用语 就是这场生活当中 跟老人家见面 跟他们寒暄 用一些简单的用语 好 我们就听以下的录音 很喜气洋洋的开始的音乐 你好 欢迎你来到大家讲方言节目单元 我是主持李荣德 这是他们去年就录制的节目 在接下来几期节目 我们将学习常用的问候语 问候语 首先请跟着黄丽玉老师 用福建话学习第一句问候语 好朋友 你好吗 我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吴黎玉玉 好朋友 你好吗 我真好 好朋友 你好吗 你好吗 我真好 接着是刘锦黄老师 教我们广东话 广东话 大家好 我是刘錦王 好朋友 你好吗 我很好 好好 好朋友 你好吗 好朋友 你好吗 我很好 请谢之炫老师 教我们潮州话 大家好 我是贼子香 好朋友 你好吗 我真好 好朋友 你好吗 我真好 我真好 是陈锤梁老师 教我们海南话 最难的 最难的 我叫好 我地先水亮 好朋友 路好吗 我真好 好朋友 好朋友 路好吗 路好吗 我真好 我真好 接着下来 就由我 教你说客家话 太高后 我会理用的 好朋友 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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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你好吗 我很好 当我们和别人见面 一般都会问一声 你好吗 你好吗 现在请您先跟着老师读 好朋友 你好吗 你好吗 好朋友 你好吗 好朋友 你好吗 好朋友 你好吗 你好吗 广东话 好朋友 你好吗 好朋友 你好吗 你好吗 好朋友 你好吗 好朋友 你好吗 好朋友,你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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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再重複一遍 好朋友,你好嗎? 廣東話,好朋友,你好嗎? 你好嗎? 好朋友,你好嗎? 海南威,好朋友,你好嗎? 好朋友,你好嗎? 還有一句是,我很好 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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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話,我好好 我好好 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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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威,我真的好 我真的好 再重复一遍 就是海南话很难很难 没有办法 还要学习 你好吗 我很好 希望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健康平安 别忘了 我们在下一次的 大家说方言节目再会 再会 所以你们看得到张大哥学方言 要五种方言 你们知道 我在直播世界里面 做论述的时候 通常大部分时间用华语 不过因为 表示一点自己的特色 然后也表示自己愿意学方言 支持方言 因为我是 对方言实在不熟悉 但是多少都会一点 就常常 硬着头皮 跟网友们用方言 做论述 回应是很好 大家虽然知道 我讲福建话讲不好 客家话也讲不好 我是客家人 但是大家都很包容我 支持我 觉得这样的节目 不错 有张大哥自己的特色 所以接下来 我也要在这个比较好的环境 比较安静的环境里面 做这个直播 方言的直播 当然我也是录制 需要做一些编辑 我们今天就学习多一个 多一个单元 就是两期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要学的是 什么样的生活 这个问候语 大家讲话语 大家讲话语 讲话语不是讲话语 你好 又到了我们大家讲方言的时候了 我是主持李荣德 民以实为天 是 通常我们和别人相遇 最常说的其中一句话就是 你吃饱了吗 你吃饱了吗 今天我们学的方言问候语就是 这句话常用 阿叔 你吃饱了吗 首先 还是请黄丽玉老师出场 教我们说福建话 嗯 大家好 我是 你吃饱了吗 阿姐 你吃饱了吗 你吃饱了吗 阿姐 你吃饱了吗 接着 刘锦黄老师 教我们广东话 也就是 粤语 大家好 我是 劉錦黄 阿叔 你吃饱了吗 阿叔 你吃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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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雨之讯老师 教我们说 潮州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贾之乡 阿姐 你吃饱了吗 阿姐 你吃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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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由 陈锤良老师 教我们说 海南话 嗯 大家好 我地 先水量 阿姐 阿姐 你吃饱了吗 阿姐 阿姐 你吃饱了吗 你吃饱了吗 最后 与我教你说客家话 太阳后 太阳 你吃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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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叔 阿叔 你吃饱了吗 你吃饱了吗 阿叔 你吃饱了吗 大家都知道 华文字里边 有一些多音字 例如 称呼 称心 创造 创伤 在方言里 也有多音字 有些字 还分口语和文读 不同的读音 多么复杂 另外 不同地区的 多么值得增长 也会有不同的读音 是 就如客家话 吃饭的饭 对 就有 饭 饭 盘 三种读音 但基本上 相差不养 吃饭 吃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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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请你跟着老师读 不一样 不同的课家人 阿姊 你吃饱了吗 阿姊 你吃饱了吗 阿姊 你吃饱了吗 阿姊 广东话 阿叔 你吃饱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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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姊 你吃饱了吗 阿姊 你吃饱了吗 阿姊 你吃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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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姊 你吃饱了吗 你吃饱了吗 阿姊 你吃饱了吗 真的难 阿姊 阿姊 你吃饱了吗 阿姊 请再重复一遍 广东话 阿叔 你吃了饭没啊 你吃了饭没啊 你吃饭没啊 阿姐 你吃饭没 还是不对 阿叔 你吃饱忙 海南话 很难过关 我吃饱了 你呢 我还没有吃饱 早餐吃好了 每一期和我们一起学习 慢慢积累 多多练习 你就能掌握基本的方言词汇 是的 我们一块加油 加油 拜拜 加油 加油 所以大家看看这样的一个节目 今天两集学了 好朋友 你好吗 我很好 阿叔 你吃饱饭了吗 好朋友 你好吗 我好好 阿姐 你吃饱饭没 大概是这样 阿叔 你吃饱饭没 通常我跟人家 如果我用客家的话 因为是我的 我本来是客家人 我一道人说 so 吃饱饭没 吃饱饭没 这个是这样 有时我们不准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学习 要学习 讲方言 这样的一个方言 是珍贵的宝藏 我们要多多的 把它重新的发扬光大 谢谢大家 观看张大哥学方言 第二集 谢谢 拜拜